高级职业护士能够开药给病人 你要MC不要打我 我是张颖佳 从事护理工作已有10年 我去年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了护理硕士课程 现在正在蔡丑港综合诊疗所进行为近一年的高级职业护士实际 高级职业护士是拥有硕士文凭的注册护士 我们在综合诊疗所与医生合作 为病人提供以慢性病为主的治疗与护理 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问题 我现在主要给慢性病患就诊 也会进行进修以及参加培训课程提升自己 另外我也给护士们讲课提升护士的水平 有时候我也会跟同事一起做调查研究 希望能为病患提供更高质量的治疗与护理 我们能询问详细的病史 然后帮病人进行身体检查 监测和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 有需要时我们也能帮他们安排检查化验 分析解释报告然后做出诊断 有一些高级职业护士像医生一样 我们也是可以开药方 这些都是一般护士不能做的 我们与医生的工作范围不同 原因是因为我们主要帮助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护理 医生则更倾向于未有复杂病史的病人进行就诊 然后很重要的就是高级职业护士不能开病假单给你 所以你要MT不要找我 我是在综合诊疗所工作了大概三年之后才决定当高级职业护士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比较喜欢临床的工作 成为高级职业护士可以让我进一步提升自己 然后给病人更好的建议跟护理 刚好我们的综合诊疗所也是有高级职业护士的服务 我爸爸也是他们的病人 我爸爸本身也是有糖尿病高血压 还有中风过的病例 爸爸觉得高级职业护士很好 很满意他们的医疗服务 所以便鼓励我去读高级福利硕士课程 国大的硕士课程给了我更多的医疗知识 这些都是本科课程没有的内容 课程也提升了我们进行体检的技能 他们有教我们怎么进行身体检查 例如很像怎么会病人听他们的心脏 他们的肺以及检查他们的肚子 我们也有人会假扮病人 模拟各种病人的状况 然后我们需要为他们做出诊断 有时候病人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就会问为什么我不能看医生 为什么要看护士呢 他们有时候会更想要咨询医生 通过了好多年的推广之后 越来越多病人也有对高级职业护士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正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 然后有越来越多人就是确诊糖尿病 而且他们的年纪也是越来越轻 新加坡将来的医疗护士 将会更重视医疗和初级照护 所以我是想说在综合诊疗中 我们遇到的挑战以及机遇也是会更多 所以我选择了在保理医生当护士 所以我们下期视频